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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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州长选举中胜出连任 他会做满四年任期吗 因为很多说法说这个 大家担心拜登啊 现任总统拜登在2024年 如果再出马竞选的话 是不是年纪一烧嫌过大了 那么就很多人说 可能会拱这个加州州长牛森出来 所以我第一个疑问 看到他大选之后 我第一个疑问就是 他能够坐满四年任期吗 首先呢 谢谢梅琪 给我这么一个机会聊聊这个大选和未来 这个两年总统选举吧 这个我们知道这次这个大选呢 共和党呢 没有达到整个那个预期 他就说呢 原来是叫这个 Red Wave 先叫Red Ripple 就是呢 现在看来呢 我们已经知道结果了 我也不说大家就知道 那就是这个结果就是 没有像共和党预期的那么强 那这两个但很有意思 因为这个佛罗里达州长的Sanchez呢 一早就是把佛罗里达就拿下来 因为佛罗里达曾经是个摇摆州 因为有很多西裔的选民呢 投向共和党 所以这个是共和党成了共和党的票仓 所以大家就特别看好呢 The Sanchez 在两年以后呢 可能要选总统 但是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呢 这个也是想出来选嘛 对吧 他们之间有一些隔阂 甚至有些矛盾 那如果说The Sanchez 比较年轻有为的出来 那民主党在拜登要出来以后呢 也有可能有两个可能 我就在预测 一个可能明年 就2024年那是拜登vs的这个川普 就是拜登跟川普选 这种可能有 但是呢 刚才主持人说了 这个我个人觉得民主党 要再叫这个拜登出来选 实在是难为他老人家了 对吧 这个八十多岁了 八十二十再选 选到八十六岁 那吃点药才可以 所以未来有可能就是 共和党是The Sanchez 佛罗里达州长 那能跟共和党的丧杰对垒的 我们知道纽约这个州长 她已经女的 她已经这个 也是民主党这个连任了 叫Cathy好像 但是她是原来是 因为库茂退休以后 她成了这个州长的 所以唯一能跟她批敌的 就我们加州的Newson 对吧 你我今天特意看了 他们俩的profile 那Newson家里边呢 有点像典型的欧洲白人的出身 四个小孩长得非常漂亮 太太也漂亮 那边呢就是一个拉丁裔的 她太太也长得很漂亮 也一家很好 所以这两个人 有可能会在2024年 总统选举代表民主党和共产党参选 这我一个预测 当然不一定准 主持人 好 那么所以我们作为加州人的话 可能这个2024年就会面临州长 跑去选总统 那我们可能就得再补选一位州长出来 至于那位州长会是谁呢 我想接下来大家可以 对所有目前在台面上 甚至没有在台面上的人 可以做出一些观察 那Newson挺低调的 不好意思 我就找 Newson在全国这个整个民主党 那个很低调 不像The Sanchez好像很高调 这个我就觉得也挺奇怪 他也是一表人才 对吧 但是他好像是在加州 因为前面要罢免他 所以特别他有过一个很小的失误 疫情期间他搞那个party 对不对 所以那件事他可能变得更加的小心 但我个人感觉 目前民主党这些能台面上 他还是一个不错的人选出称 好 那么我们现在回来看看这几个提案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就是11月8号 也就是昨天呢 投票选的这个Major C 也就是是不是要对落线的属地经营 大麻生意来征税 那么现在呢 就投票的结果 我确切的结果 现在还没有出来 可是其实这个也会相对的很直接的影响到 洛杉矶县的这个税收 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孙律师 反正现在已经投完票了嘛 您对这个Major C 您是投yes或是no 我呢 是昨天投的是 应该投的是yes 反正任何 因为是我这么一个感觉 我们有 我对这个大麻这个领域还比较熟 因为我们很多客人的是 种大麻的 就从这个经济发展 了解来这样的 我觉得他这个大麻合法化以后 纳税 政府有税收 可以做别的 我赞成的 但是现在就是有很多大麻经营商 他们认为说 政府在对大麻这个经营商的规范 已经有层层关卡 对 他是一个大饼 但是这个饼要分到的过程 目前在加州的法律来说 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所以这也就是造成很多人 就是即使已经投了钱下去 他到后来也就是 就半途而废 因为真的太难经营下去了 那现在他如果就是说 这个提案通过的话 要增加对合法大麻业者的税收的话 估计会更多人就是 离开这个行业也有可能 但是 从事非法中大麻的行业了 对吧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我觉得提案有时候 你真的怎么说 一项双面认 他通过有通过好处 这个没有过关 也没有过关的好处 我简单举个例子吧 我有个客人合法中大麻 从大麻开始这个申请这个执照 到这个大麻执照下来以后 基本上没有25万30万美元 你拿不到 我也有非法中大麻的客人 非法中的汉麻 就是那个汉麻就是那种 号称制药的 他拿都拿汉麻执照一个月2500块 一次执照2500 马上就会经营 就每个城市都发的汗 结果呢造成都是拿汉麻执照来种大麻 这基本90%都是这么做的 为什么 就您刚才讲过政府已经收到很高的税 运输储存销售 所以你没有个五六十万 你不要进入这个行业 这也是可能反对的人士之一 甚至反这个东西 可能是已经有合法执照的人反对这个东西 反非法上他无所谓 我就种了种了你管不着我 所以这个确实是这个政府意向是好的 但是应该业者就是有合法执照的人呢 包括卖大麻的 包括开店的 已经苦不堪言 所以这也是一个矛盾 我估计以后慢慢在立法 在这个 在补足补足的地方嘛 主持人 对其实这个提案会投yes的人 很多人都认为说 因为大麻是一个很利润很高的行业 所以如果你征税的话呢 你当然就可以为县政府增加裁员的征收嘛 那么现在他这个提案主要就是说 其实他是不他之所以要征税是他要在县属地 允许你种大麻以外的地方也还是可以种大麻 但是如果你要这样搞的话 那州政府就要跟你收很多的税 所以就是就看你有没有那个血本可以下去投资啊 因为一开始肯定是要注入很多的资金啊 跟财力物力的 所以不晓得到最后到后来这个加州大麻合法化之后呢 是不是能够真的为加州带来一些财政 因为当时你记不记得我们在投到底要不要合法大麻的这个投票的同时 很多的同意的支持这个法案来说服我们的方式 就是说哎你可以增加政府的财库 那么政府的税收增加呢 我们这些纳税人的负担就不会这么重 但是说实在的这个法案通过之后已经两年多了 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我每年要缴的税还是没有少 对 所以好 那我们再来看下其他的那个像 一个相当蛮受注意的就是这个肾脏透析诊所的规定啊 你记不记得其实这个提案在两年前的其中选举的时候 就已经有出台让大家来投票 结果是没有过关 今年又再出来要求大家投票 还是没有过关 你觉得他没有过关的原因在哪里 我也反对 我觉得这一部分人呢是很可怜 但是但是这一部分人呢如果这么下跌以后他花费实在是太高了 从经济效益来讲 他可以想出别的办法 他就说呢每一个这个透析诊所呢不但要有这个工作人员 还有医生 对吧 那谁来出这个钱 就最大的一个问题 美国就是钱嘛 其实你看到所有这些 所有这些今年的必有就是 从哪来钱分到哪去 对不对 所以我在这样我是选反对票 当然了 我不是那一群人里边去 那就是人得了这种很奇怪的一个病 这个病呢一亿人里边只有十个人得 那那那那那九千九百九十九万 他就一定会说no 所以我是说了个no 为什么呢可以想出别的办法 那你这个就是想一些省钱的办法 你如果每一个诊所还有几个肾胀科的医生的话 你一个医生一年几十万块钱 对吧那谁来出tax payers 所以这点我是不赞成的 祝福 另外还有两项公投案啊 因为赞成的人实在是太少了 这个跟反对人相比之下 这是一个很大的差距 那两项呢 一个是二十六号提案 一个是二十七号提案 那二十六号提案 它主要呢就是在讲这个博彩业 就是要要求允许联邦 在联邦认可的这个原住民的部落的保留区 去土地上呢开设轮盘赌博啦 还有骰子啊 还有体育博彩等这个赌博的形式 然后必须遵守州长协商 并且经过立法机关批准的契约 那其实说穿了 就是要让原住民有更多的方式 来进行这个赌博的行业啊 对 是然后那个加州的选民啊 他们是以赞成百分之三十 反对百分之七十来否定了这个提案 你觉得加州人为什么会这么反对 让原住民在博彩这个行业继续扩大呢 我是觉得呢 这个印第安这个问题啊 人的问题是很麻烦的问题 当年美国印第安人 很多人呢就是这个被杀了被抢的 联邦政府为了给他们一些补偿 让他们给这个开赌 就等于是变相的这个挣钱吧 这点已经够了 对吧我们知道加州这个附近 有很多印第安人那个 你到那个那个奥雷那边 就那边印然 印然总统 就他们已经已经得到很多钱了 对不对 那别的地方开一个赌场是非常难 我在华人家有一两个赌场 对吧 所以这点呢我不是赌客 我也不会赌博 但是从这个 所谓美国平等保护的原则 美国宪法平等保护对吧 你没有特殊的情况 你不应该给一部分人很多的优惠 而给人没有优惠 所以在这点呢 加州选民百分之九十的 这不是印第安人对吧 我估计印第安人 会投yes 那别人都no 所以我也投反对票 我是觉得不能再给他们更多的鼓励 他们这种 这种属于不是很好的一个产业 如果你说 怪一个农场 养鸡 我倒是觉得可以 对吧养猪养羊养牛 你叫他在开赌场 那么就他又不但害自己害别人 你害得到印第安赌场 我觉得这个是不可以的 这个事不好 主任 那另外跟一个博彩也有相关的提案 是这个公投案是27号的公投案 他主要就是允许线上和移动的体育博彩 那他的内容基本上也就是说 其实他跟26号的公投案有点冲突 就是支持26号的人肯定不会支持27号 27号他是说让这个21岁以上的人士呢 可以在线的移动体育博彩的这个动作 这个参与这个体育博彩呢 可以合法化 而且不是只有这个联邦认可的印第安部落 就是说线上谁要来做都可以 所以这个公投案呢 一开始是得到那种大型的在线的 体育博彩公司的支持 可是这个提案也被推翻了 而且他推翻的这个百分比还相当的高 比26号还高 say no的加州人有83.1% 为什么27号提案有点是跟这个26号对着干 可是他也相对着也被加州人定掉了呢 对不起啊 我觉得是这里边大家一定还是明白 如果你是开赌赌场呢 你赚的钱肯定的多对吧 你是一个赌客你赚的钱肯定少 你在这个如果说真是公平赌的话呢 那就应该你们来做这个事对吧 我觉得就是这里边呢 在这点上我觉得加州居民还是可能有点觉悟吧 就是认清我要参加委员才能不能 我不能鼓励你这个所谓大的博彩来控制这些东西 我觉得还是这个你表面看这个网上赌博是很公平 对不对 但是开那个赌博那个那个整个那个那个网站的一些人 就都有背景了 对吧 所以说这一点上 就是一个我觉得老百姓特别参加 我估计最有兴趣就是不赌博的人 对吧 不赌博人对赌博这件事本身就是说 No 你不管印象像我我肯定都我一听赌博人烦 对不对 但是很多人呢可能是赌博的业内人士 他可能认为这个不是对每个人很公平 跟刚才的一模一样 就是还是这个属于你开赌场 或者你就后来有大的财团 那大部分赌我们那个老百姓一点点小钱都被你弄掉 那也是一样 你到了commer那个赌场 到任何美国大的赌场 拉斯维克最近了 对不对 你这段钱都是被赌场吃掉的 所以在这一点上呢 我个人认为就是赌民呢 包括两种人 一种就是一般老百姓不喜欢这个东西 另外就是赌民认为这个真正赌博人 这个也不是公平的那种赌博 甚至还有一些你讲不清的事 对吧 你说这个赌军你一百 你永远不给他赢 对吧 所以这点上我个人觉得可能是两个原因吧 就是从这个道德原因 还有从这个从公平竞争的原因 大家可能有这么个因素在里边 我没仔细研究个东西 但我是投了个No 反正我对赌博的事我都投了No 对 那个这次的加州人呢 像我刚刚讲超过80%以上的人都SayNo 对这个27号的公投案 那么最主要的原因我想 就像森林士你刚刚讲的 你这些做庄的大型的体育博彩公司 还有就是这个印第安原住民的 他们开设的赌场 可以在这样子的提案里面 得到很明显的好处之外 一般人是分不到一杯羹 而且更重要的是赌博真的害了很多人 倾家荡产 所以家坡人亡 这也难怪 那我在忽然想到 这个83.1%的加州人 对赌博博彩行业的提案SayNo的话 那是不是代表加州 加州人赌博的很少 加州赌博的很多 当然加州人会把赌博当一个游乐的一个事情 他会到Vegas赌博 你要到Vegas玩的话 你看Vegas车全是凯利福尼的 对不对 而且据说现在你要去Vegas 那个路很快 每年都在加快 对吧 但是那里边有一些欲录度假的成分 对吧 我估计你就天天在老虎机前面拉伞 不是那么多 它是一个entertainment 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30号的公投案 就是说对富豪加税来推广电动车 那么很多人都知道 这个提案事实上是有一个共享 车平台叫Lift的提出来的 那么其实他当然的提案写的很好听 就是说他可以这个对年收入超过200万的富豪加税 然后用来加了这个税是用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计划 那么我就很好奇了 其实在加州这么重视环保的州 这个提案没有过关 你觉得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Lift的这个里边有一些 有一些这个这个做手脚的地方吧 对吧 那首先呢他选了一个200万 也就是说200万收入的很多加州人呢 可能这个群体比较大 这个群体可能比我们想象的大 对吧 第二就是说呢他这里边有一些机制呢 可能达不到他那个说的宣传那个东西 特别是环保这个提案 我个人觉得环保是好 但你不可能你不烧煤 你不可能不烧油 你光光靠的太阳能 对你光光的风能发电 就还没发展的地方呢 对吧 就这个地方呢就是我要仔细研究 我也可能会说no 但是他用那个托 他说这是影响的 就只是那个200万以上那个人 对吧 所以我是当时被这个误导了 所以我现在呢 确实要重新审视一下 以后在投票的时候 特别要读的更加这个多一点 嗯 其实我这里边这个选票吧 我才有两份 我我看的最多是那个最高法院的法官 哎呦 对我好几十几个 我确实一个都不认识 但是没办法 我后来就是捡DA 我就说yes 我因为加州这个犯罪力太高了 DA出身法官会延一点 public defender那个公派律师 我就说no 这就是我当时就看的最多是这种 前面那样我确实没仔细看 但我个人觉得呢这个还是要仔细看以后 我是投了yes 但这个都没通过 是不是 对呃 您刚刚提到洛杉矶 这次在选票上面有很多法官 是我们要去选的 决定要他要不要留任 那么我看了一下 这么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 大概大概有十几个法官 十几个人 对十几个人 全部都是民主党 除了一位共和党的 嗯 而且他们很多这个民主党的这个法官 他你看他的这个学经历背景 特别是他以前在当不管是律师啊 还是法官的这些过程 他们都是非常的不左 而且是有些法官就直接讲说 他是共民主党有登记的党员 那所以这是为什么在这个加州的法制环境里面啊 我们常常会看到就是有很多很离谱以及非常左倾的一些判例 所以我到昨天投票的时候我才恍然大悟 不过嗯 我想当然呢 我是很支持呃 这个执法比较严格的法官 可是在这样大环境之下 你觉得未来两年的加州的法制环境会有得到改善吗 如果很多法官都是民主党的话 我个人觉得呢 还好吧 因为因为在起码我们在加州很少听到大规模杀伤事件的发生 对吧 那是因为我们的枪支法很严呢 对 这是民主党的功劳 这应该是民主党功劳对不对 那在德克萨斯就不一样 德克萨斯你可以枪别的腰上去大街板里走 对吧 开玩笑就扩分一点 就是说我觉得呢 现在到我住院 我天天在这个这个法庭上转哈 加州一共一千一千五百多个法官 很多是黑人 现在很多黑人的这个法官非常的多 而且比例越来越大 女的也有很多 而且少数族也开始有了 我觉得这是个好事 因为你想想 这个我就有个离婚的案子 这个这个法官就是Laren的一个 一个law school 也很小的一个law school 而且做的也是比较比较这个这个这个 怎么说拉丁裔 还有我们知道最近有一个Dapper那个法官 那个那个大大明星的律师 也是加州的一个一个普通的一个一个法院 对 你看那个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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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不间接 所以加州的这个律师这个素质还是比较高的 因为加州的律师执照比较难拿 加州律师执照是全美国最拿的最难拿的律师执照 这个所以说这个考虑加州执照罢的本身这个素质就不低 所以我个人对加州整个这个司法系统还是有信心的 那我们再看一下28号的公投案 他就是说要资助美术跟音乐教育 他要为所有这个公立学校的艺术和音乐教育提供额外的资金 那么这个公投案您是投yes或是no 我投了yes 因为什么呢 那恭喜你 因为我我从小这个叫小孩的话 我们华人家长的小孩那个除了钢琴以外 就是美术啊这个而且是这个音乐啊对吧 我觉得这个东西对对我们每一个这个这个小朋友来讲 是一个这个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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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很好的一个 应该是必必有的那个教育 我小我小小的时候那公立学校还有这个东西 后来全砍掉了 什么美术课啊音乐课全没了 所以这个我是投的叶子 就是公立学校要提供一定的美术老师音乐老师 这是他们一种身心的教育 我觉得我太赞成这个提案了 好再一次感谢孙律师也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谢谢观众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